請起立 走開 請坐 各位同心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今天辛苦 今天庫庭到10點 所以我 現在 我們已經有冷氣了 我們以前這期之前都完全沒有冷氣 不過喝奶不就要喝奶 台灣人 為了台灣人做前度我們也是要打招 不管 我們這個地方沒有一個空調 夏天的時候很熱 冬天的時候很冬 我們這個庫要來講 跟我們介紹 做一個簡介 因為這個 我們台灣才發生一些不公不義的事情 一些我們的 這個 這個 這東西要來討論 用簡單的 八九十分鐘 是 最低的時間 所以高雷 我有一些東西 我可能會放到 高級班的時候 大家再來研究 這個庫 我們用一個 類似 簡單的概書的方式 讓大家來了解說 我們 面對這個 這個 政府要改建 那 我們台灣人 應該要有一個 租款的 認識 我們要知道 一個政府一定要有一個 效忠的對象 我們要清楚 知道 我們的效忠 對象是誰 主權在哪裡 我們要來了解這個部分 到 後面 我們這個 轉型爭議 要推動 我們現在台灣 我們民政府現在 在這 一年多的時間 有來進行 轉型爭議的一些 運作 我們這幾 為什麼 對 發動地區來的動心 也是有 剛才土地爭議的 那個 一個 一個 需要人 支援的 那個 案件 我們高老師家 為什麼 我們今天也有來 所以 要跟大家來介紹一下 我首先做一個調查 我們這裡有原住民 同胞 有 那你們台語聽不懂 沒關係 那我盡量用華語講 我盡量用華語講 首先來介紹一下 全世界 那個共通的一個標誌 就是那個正義女神 Justidia 就是那個 古羅馬帝國的那個 一個象徵 這是正義女神 他手持 代表正義的劍 還有那個 另外一隻手 拿著天秤 然後把眼睛蒙起來 他無視被告的身份 地位 不是像目前的中華民國政府 有錢拍生 沒有錢拍死 有 像我們高老師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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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度好 去和一個大公正做鑑鑑 大公正都為了他的利益 把他的土地死鑑鑑 他的土地會亂跑 昨天有稍微了解一下 他的地級土 會自己亂跑 我們的家自己的生意 那家的家自己的生意 在哪裡走呢 如果不說他做的地方不太好 違反到他們的行政法 這都不合理 所以我們來順便 佩戀最后的事 我們來講一些土地設備的一些執行方式 順便跟大家做一個介紹 首先我們要來認識我們的租款 我們是一個政府不是一個政黨 不是政黨 是政府 而且還是那個公開在報紙上登廣告的政府 所以用政府的命義 公連向中華民國政府 他們說政府其實不是 按照台灣關係法他們叫做台灣當局 大家可以去查台灣當局 很有意思 美國AIT的官方網站那邊有寫那個 那個台灣關係法的那個英文 你可以注意跟他 回去的話你可以去查證 台灣關係法的台灣當局 他是負數不是單數 所以什麼叫台灣當局 不是中華民國不要畫上等號 美國認定的就是 而且他是負數不是單數 不一定是中華民國 台灣民政府目前也是台灣當局 只是我們還沒實證 這是你怎麼會了解 我們還沒實證 那我們的實證條件很簡單 這幾天應該有一些先輩都有講 我們要達到四千個人 要有四千個政務官 你才能夠做和平的轉移 整個的政權 有四千人這還可以來和平轉移 我們沒有希望說 我們這個過程中發生 我們台灣人面對危險 我們後來怕順便面對到危險 像那個過程中的 不會是恐怖的時代 我們不希望用這種方式 不是用流血的方式 我們是用法理 藉由法理去推論 去告美國 我們戰場是在法院 是在美國法院 而且戰爭 大戰爭已經打完了 我們已經勝利了 現在準備要收拾戰果 所以我們現在在座 那個財政家 我們大家都是為了台灣人 阿伯要來替台灣 我們後來怕孫 收拾戰果 然後那個導向於正義的 一個政務官 那希望那個大家 那個我們時政制 大家要同心其力 大家要共心起來 跟我們台灣未來怕孫的 那些做我們的國家 我們的政府 跟建設的好事 首先我們來實施我們的主權 實施我們的簽名款 跟那個代理簽名 會發明 第一個logo 這是美國司法院的 還有一個logo 在我們的江秋平 在我們的右手邊 我有講華語好了 這邊右手邊 這是中華民國憲法的第一頁 中華民國憲法第一頁 就寫錯東西了 中華民國憲法第二條寫 主權在民 什麼東西叫主權在民 全世界只有中華民國有主權在民 主權在民的意思是說 中華民國人走到哪裡 都是他的主權 他今天跑到澳洲去 澳洲就變成他的主權 全世界就只有他敢這樣子寫 所以這個國家是不存在的 是侵略人家的憲法 沒有那個主權在民 美國的憲法 白紫黑是規定主權在州 大日本帝國憲法 規定主權是在天皇 皇制的國家是在天皇 不是在人民 中華民國憲法是在人民 所以他跑到哪裡 他都可以進行侵略 他都可以號稱說 所以招來台灣 藉由麥克阿瑟一號命令代管台灣 所以他號稱擁有台灣的主權 這是錯的 那在我們上方這個是天皇的旗幟 大日本帝國天皇的旗幟 首先來簡單介紹大日本帝國 大日本帝國的英文名稱 叫做The Empire of Japan 你沒有聽錯 他的英文名字就叫The Empire of Japan 不是Japan而已 現在的Japan是什麼Japan 現在的Japan 是聯合國 體系底下的Japan 不是大日本帝國的 他們的國家的名稱 大家可以去查證 現在的日本國寫Japan而已 不是The Empire of Japan 那當初二次世界大戰 包括台灣 包括琉球 是哪一個國家 是現在的Japan嗎 不是 不是 是大日本帝國 是大日本帝國 大日本帝國是 整個亞洲第一個 參照普魯士帝國 所建制的一個 君主立憲制的 絕對君主制的一個國家 它在1889年的時候 就已經成立立案 就是明治天皇時代 所以我們把這部憲法 稱之為明治憲法 或者是帝國憲法 相對於現在的日本國 憲法叫做舊憲法 也叫戰權憲法 然後我們那個大日本帝國的憲法 一共有七張很簡單 這很簡單 七張76條 那這一個 我們這個照片 故意要PO出來給大家看 我要讓大家知道 憲法 明治憲法 它是怎麼樣子成文的 它是先藉由帝國憲法去擬案 就是我們經過我們帝國會 那個蘇敏院參議院去擬案 擬案完之後 寫成一部帝國憲法 然後交給天皇去核准 那天皇會不會直接在 帝國憲法上面簽字 不會 他會另外用一部招書 叫做明治憲法招書 讓這一部憲法 有效開始實施 所以我要在這邊 跟各位講一個觀念 就是說 一個國家最大最高的法律 是憲法 可是對於帝制國家來講 不見得是憲法 對於大日本帝國來講 我們的憲法 是由人民組成是人民的東西 然後是天皇讓他去實行 另外寫一份招書讓他實行 我現在問大家一個問題 位階 位階上來講 大日本帝國的憲法 位階比較高 還是明治天皇的招書 位階比較高 招書比較高 正確 大家都很清楚 我挑戰要分析給大家聽 那我們台灣人 是在1945年的4月1號 按照大日本帝國的招書 加入 讓 讓那個台灣人 視同為內地延伸 所以他沒有開一個 所謂的憲法會議 不需要 這個叫做恩典 這是天皇的恩典 天皇恩典讓台灣人 視同那個內地延伸 所以讓帝國憲法 在台灣開始實施 就是這樣子簡單 所以你們去找 你們如果有人去 有人有憲法 我們去找說 這個帝國議會 應該有說 我們一直號稱說4月1號 我們這邊已經實施 到日本帝國憲法了 那他們有沒有開 憲法會議呢 我跟你講沒有 可是 有一個比憲法 那個憲法會議還要高的成績 就是天皇直接給人民 擁有恩典 所以你們就要知道 我們台灣人 視同憲法 不是在憲法裡面規定的 也不是日本人給我們的 是天皇給我們的 這個成績是高於憲法 這你們要知道 大家要知道 大日本帝國的憲法 很簡單 七個章節 第一個章節就寫天皇 第二章節是寫成民的權利跟義務 第三個是寫帝國議會 第四個寫的是貴族院 第 沒有 第四個是寫國務大財 還有蘇密顧問 就是整個政權架構組織 再來就是司法 再來就是會計制度 再來就是補責 補責是包括他的修改程序 有時候那個國家會擴大 會縮小 會必須要經由修憲程序去進行 那台灣人不是在 加入那個大日本帝國憲法 不是因為憲法的補責 而是因為天皇的恩典 這你們要知道 所以我們加入變成皇民 在1945年的4月1號變成皇民 是天皇答應我們的 不是日本人答應我們的 不是日本人說的算 是天皇說的算 那這邊有寫到第一章 寫的就是天皇主權 這是寫第一條 那第四條解決是 統治大權 這兩個有什麼不一樣 一個叫做主權所有權 一個叫做主權管理權 主權所有權就是天皇主權 這不可以分割 他的就是他的 永遠都是他的 那統治大權可不可以受理 可以 天皇的統治大理 藉由受理內閣總理大臣 所以那個到現在 他們日本國現在 雖然已經修改憲法 可是他們的內閣總理大臣 還是由天皇簽署 核准才可以 同意才可以 同意才可以 那可是在戰前的話 我們的天皇主權 主權管理權主權所有權 還有一個叫做統帥大權 就是第11條 還有一個叫做外交權大權 全部都在天皇的手中 所以這個國家叫做 絕對君主制的國家 我們的國家是絕對君主制的國家 跟現在的日本國有沒有一樣 不一樣喔 現在日本國是二維君主制 他是虛偽效忠天皇 好OK 再來我們再繼續再講 現在的日本國 跟大日本帝國的憲法差別在哪裡 要跟各位講清楚 既然我們就點到這個地方 我們要幫他講清楚 我們跟他說清楚 大日本帝國 藉由第73條憲法的修改 大日本憲法是根據大日本帝國 第73條的規定 而進行修改 大家可以去查證 大日本帝國第73條是修改程序 修憲跟支憲差在哪裡 一個國家滅亡了 重新建制叫做自憲 一個國家沒有滅亡 他只是變更他的政體 那個叫做修憲 所以中華民國他從 那個流亡到台灣之後 他有沒有修憲 有喔 他有修憲喔 他有沒有自憲 他沒有自憲 因為他沒有權力在別人家自憲 因為台灣不是他的土地 所以他不敢開自憲會議 他只能修憲 只能修憲 那大日本帝國既然 現在的日本國既然是大日本帝國 所修憲而成的 那我要問大家一個問題 導引你們的觀念 大日本帝國戰敗了 有沒有滅亡 有沒有滅亡 沒有滅亡 大日本帝國沒有滅亡 如果滅亡了 他憲法不會存在 那日本國就沒有所謂的 按照第73條修憲程序 去做成新的日本國憲法 對不對 對 因為大日本帝國的舊憲法 是新憲法的母法 就是母法 這個部分在 日本國憲法是在1946年 就是戰後的隔一年 11月3號公佈的 公佈的時候 那在1947年 5月3號實施新憲法 實施新憲法 那根據日本國憲法 新的憲法這邊也有寫到這個部分 也有寫到這個部分 是規定在他日本國現在新憲法的 第98條第一項 因為資料太多 沒有辦法印給大家 大家盡量現在都 那個資料都是E化 都是電子化 大家盡量去 網路上 你們可以去查證這些東西 那你們現在可以把那個關鍵字 稍微做一下筆記 回去可以查證這個東西 很有趣 在大日本帝國憲法 提前所做成的法令 如果跟新憲法違背的話 那大日本憲法跟新的憲法同時失效 什麼叫同時失效 為什麼不是單方失效 因為它是母法 不可能全部都失效 不可以全部都失效 然後另外一個解釋方式是 只要沒有違反新憲法的內容 舊的憲法法令在日本國的憲法 依然有效 同樣有效 你只要沒有違反到新憲法的 就是麥克阿瑟的三個原則 他當初有制定新憲法 有一個麥克阿瑟有介入 被外國人介入 那個做成 他有麥克阿瑟三個堅持 那三個堅持 大家可以回去查證一下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台灣有一句話在說 形容這個關係叫做 新勒無色 古勒無別 對不對 就是這個關係 新舊相衝突的時候以新的為準 如果沒有衝突的話 舊的還是有效 舊的還是有效 所以 日本國的新憲法 是經由修憲程序而來 所謂大日本帝國沒有滅亡 大家要知道這個結論 這個是天皇造書 新憲法頒布的時候 天皇一樣沒有寫在 新憲法的書面上 他直接另外寫了一份 屬於天皇的造書 同意新憲法去進行 所以 我們可以知道 大日本這個國家 包括現在的日本國 最大最高位階的文書是什麼 是不是憲法 不是憲法 是造書 那我們台灣人也是造書 認定的皇民 正基於日本國總體民意 和新日本的建設基礎上 然後按照 大日本帝國憲法 第73條規定 這個是天皇造書 最後一份的造書寫的 按照73條規定 由帝國議會表決 批准大日本帝國憲法的修正案 在此公佈 這是天皇的造書上面寫的文字 所以在上面也寫了這個關係 他是因為他是修憲程序 那我們可以很清楚 可以知道 新的憲法是按照旧憲法修正而得 那亡國一個國家滅亡了才需要自憲 大日本帝國沒有滅亡 再來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那大日本帝國沒有滅亡 那大日本帝國在哪裡 大日本帝國在哪裡 很簡單 你們既然已經變成皇民了 那一部法律現在還有效 那美國也是藉由麥克拉設議 還有明年還有一個 設一個叫做台灣關係法 讓中華民國聯邦政府在台灣 代管台灣人 那我們這邊還算不算 大日本帝國就憲法 應該實施的地方 是不是 是的 只是我們的行憲機關 就是我們台灣總督府 被違法解散了 可是那個官制還在不在 還在 那官制還在 台灣總督府的官制 誰才能夠把它廢除 天皇說了算 天皇才可以 因為當初是天皇 任命台灣總督 然後交給 委託給日本內閣去管理 那我們現在 這個地方 我們今天是皇民 我們是皇民的後代 我們當然是皇民 最近有人在講一個笑話 這祖國祖國 以前那個中國人 國民黨 國民黨來台灣 都說我們的祖國就是中國 不是 不好意思我本來有去查 我如果做是日本人 你可以去查看 你如果做是什麼人 祖國不是阿祖的國家嗎 我如果做是日本人 讓大家可以回去查證一下 你們阿公阿祖是不是 日本人 你們有沒有日本時代的富極成本 如果有 可以拿來換 我們台灣公民 身分證 可以拿來換這個身分證 我拿出來給大家電一下 因為我有穿到 所以我拿出來給大家電一下 表示說我不是 不是他們講的中國人 我是本土台灣人 我們是本土台灣人 這一份 這份文件有什麼效力 除了證明說 我不是中國人以外 還有 我們現在是 被美國所佔領的大日本帝國皇民 那我們去到世界各國 用這一張卡片出去的話 誰要保護我們 美國要保護我們 確實是這樣子 那你們在國外如果遇到麻煩 有人要幫你衝擊 去塗到做一些人要陷害 像義大利有一些 黑手黨 泰國 越南那邊有一些 比較不好的官員 會把我們栽贈 不用管他 你就說我不是中華民國人 因為中華民國大使館 其實不是大使館 有些叫做辦事處 那些人港會把你插 不會 那個和那個魚鱸 我們的冰島很多魚鱸 東港那些魚鱸 我們這裡很多東港的先拜 我看得出來 他們面對我和東港一起比較先拜 你們的漁船被越南的海盜 越南菲律賓的一些 一些那些比較沒有 一些族群 算海盜組織 強硬 還找不到人好處理嗎 不會啊 美國要在處理 你拿這個時候前 後面你就是美國所保護的 你是他佔領的 你就是受美國所保護 這樣大家知道嗎 不是說要拿出來 說我是跟中國切割而已 不只是這樣子 他有實質上的意思在 我們在在比美國占領的當中 就是受美國所保護 我們如果出去外國 剛才就不麻煩 就是美國跟我們保護 再來 日本國 的憲法 簡單介紹 這個憲法是跟我們台灣目前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 他們是先 修憲脫離出去 然後才去簽署和平條約的 我要跟大家說這個關係 這是日本的憲法的簡介 你的前言 日本國 我心通過正式選過的 正式選過的 國會 代表 還有包括我們當初是台灣 的代表 沒有啊 所以他們的憲法 跟我們的台灣是不是 有沒有 沒有 所以我們在這裡是新憲法、古憲法 台灣應該是古憲法 我們應該實施 母法 日本憲法的母法 我不要講成功 沒法 我們是要來消毒政府的行為 因為要消除政府的行為 那個 避免再次發生戰禍 宣布主權屬於國民 這裡講的主權是什麼主權 主權的所有權還是主權的管理權 管理權 這是剛剛講的 這是大日本帝國天皇的第四條 統治大權 治理的大權 就是政 這是治權 在你這個國家的管理 就放在內閣 總理大臣的手頭 不過內閣總理大臣也是誰任命 同樣天皇任命 大家要知道這一點 這跟台日本帝國的勁募一樣 新憲法總共有十一種 100坑三條 他統領的就是 沾對 麥克阿瑟 麥克阿瑟將軍 他對日本的期望就是麥克阿瑟 他堅持的三個原則 放棄選權 第九條放棄選權 還有 政略西方普世價值的 自由平等觀念 還有男女平權的觀念 所以我們後面很多先輩 都會去參加 我們的 我們的母法是 同樣 我們在 我們修 定一部叫做 台灣基本法 按照台日本帝國 那個古憲法 毛法 母法 修訂一部叫做台灣基本法 在台灣實施 那大家都很有機會要去 參與這個工作 大家都 有機會要參加到 大日本帝國 當初的憲法沒有男女平權 沒有我們很平均 所以 你們都要去注意 現在新的部分 世界普世價值 那我們要參考 那個男女平權 要把它增列進去 大家要記住 你們有去參加到後面的修憲會議的時候 大家要知道說 那個麥克阿瑟的三個原則 還有最新我們希望整個以後 我們這個憲法就是後面我們怕孫 我們這個國家是一個什麼國家 這大家很重要 那自由平等觀念 還有我們的一些權利跟義務的關係 這大家都要去研究 那不然你沒有受到這個男女平權 我們可能這盤的女性同性 她就避免了會翻臉 但是要把你們這樣奉獻這麼多 把你們研究這麼多人來參加 結果我沒有管理 不行 我堅持一點 男女平權一定要納入台灣的基本法 一定要 再來我們來研究歷史年表的關係 一百九零年 台日本帝國憲法實施 再來這是從古 從古到今 從古到今 台灣的關係 台灣跟日本的憲法上的關係 在法理上的關係 我講給大家聽 大家看這個年別有你就知道說 日本是什麼日本 台灣是什麼台灣 台灣人是什麼人 日本人又是什麼人 古今山河平條 他說放棄台灣的主權管理款 是什麼管理款 大家就可以很清楚知道 你對照這個年表 一百九零年下官條約 戰爭是因為甲午戰爭 甲午戰爭不是台灣打的 是為了韓國人打的 韓國人打的打打的時候 青帝國 把我們放棄 把我們用藉由馬關條約 把台澎群島永久歌浪雨天皇 很多網路上的朋友跟他們說 馬關條頂是寫日本政府 寫到日本天皇 他都沒有去看條文 條文裡面是怎麼寫的 沒有錯 沒有寫到條文裡面 沒有寫大日本天皇 可是在前沿 這前沿就是很重要 他為什麼要訂這個法 第一行第一個字開始 我在這裡也大家聽 台青帝國台風地北下 我講話語好了 有人聽不懂 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 及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 未定立合約 被兩國及臣民重修平和 共享幸福 杜絕將來的紛爭之端 大清帝國大皇帝特檢 就是一大堆的明顯 李鴻章 再來大日本帝國特檢 那個伊藤博文 去訂的一個合約 那這份合約 訂完之後 台灣會屬於誰的 是日本政府還是日本天皇 天皇 我跟他在那一百塊 叫我兒子去買一包米塑粉 買一包米塑粉 是我的還是我兒子的 當然是我的 絕對不會是我兒子的 一樣的意思 很多人在跟我們說 這一份文件 在下官市 就是現在馬官條約的生肖的 那個簽署的地方 下官市的春帆樓飯店 現在都還有在 把那個當初的那個 那個文件還掛在那邊 大家去看 你可以去看第一行 第一個字開始就是 這一部馬官條約就是 天皇跟皇帝 兩個皇帝之間的交割 不只交割 他還派了李京方 還派了一個叫做 陸奧中光 去就地他看喔 這就地他看是什麼意思 等一下講給各位聽 就地他看就是確認 所交割沒有問題 有人去確認 一定要去確認 高割完之後還要去靠 把蓋子電話好使 我們如果有一些土地的先輩 你就知道 如果要做土地分割的時候 想要頂戒子 頂戒子要去學嗎 要學啊 一定要學 這資料比較不多 我所有我沒有 全部都印出給大家 大家可以在那個網站上去去看 再來 一百九五年到 世拉安獨行 就是大百年獨行 一九五年 都在20年的時間 在日本帝國全台情報 他花20年的時間 國民黨跟我們說 日本人台西蘭台湾人 20年台多少 大概兩萬幾個 比較是有台 有台嗎 有台 比較是有台 殺了兩萬多人 二十年的時間殺了兩萬多人 我要向各位說 國民黨 二二八十五天 八天台西蘭台湾人十五萬 結果那個國民黨說 日本人搖太多 結果誰比較搖太多 中華民國 比較搖太多 花20年的時間 這20年的時間 只是戰爭而已 沒有 因為我們台灣很多 原住民 我們原住民有 目前有十四個族群 還不只 其實還不只 還有加上拼圖二十幾個族群 日本人 他們除了用戰爭之外 還有用一個叫做通訓 什麼通訓 他們皇室派出他們王族 就是他們的貴族 派他們青年男女來台灣 有的做媳婦 有的做我們台灣人的小孩 跟我們通訓 所以 去年 一個生療的立委 說很多原住民都是 雜種 那個生療的立委 很多人都 很多人都一直在罵 怎麼可以說雜種 這樣子的歧視我們那個原住民 他在說的就是段歷史 因為台灣原住民 很多的血統裡面有日本人的血統 這是確實的 這叫做貴族通婚 日本人他當初接收 馬關條約只有接收 三分之一西半部的台灣 其他三分之二是原住民的土地 然後他們藉由交換子女 有的人被他帶去做人 王族的那裡做媳婦 去做人的王孝 有的人叫我們台灣 做我們的媳婦跟我們的 有的人做我們的兼婦 交換子女 比親家 這叫做軍政時代 軍政時代的時候做的事情 那 到那個以前風 以前風 那什麼事情 就是那個 生日安事後 經過台灣 全部都收穫起來 那個時候開始 從1915年開始 所有在台灣這裡的教育 全部都到日本人 叫做訓政時代的開始 什麼叫做訓政 開始進行教育 開始進行建設 不打仗了 大家開始做建設 大家來學文化 新的文化 因為日本這個國家 是經過阿秋統先進 他們有經過文藝復興的洗禮 他們的人文很提升的很高 他們的藝術氣息很好 全世界都公民 很厲害 再來就是工業革命 讓 日本人 進入工業化時代 行善 我們做一些社會生產動作 用通信的機器 用通信的技術 就進行行善 所以日本會工 日本會工 日本會工 會工 日本把這個好的東西 拿給我們台灣人 學 我們台灣人會聰明嗎 會聰明 我要跟各位說 青帝國 在那天 一百九五年之前 都總佔二百三十 兩百二十三年 兩百三十三年 兩百三十三年 交給我們文化 交給我們教育 沒有 完全沒有 他沒有讓台灣人 進行先進的 沒有讓他們 變成那個漢族化 都沒有 他們來這裡要做什麼 你知道嗎 收費金 三年 交兩年 所以 我們台灣 能夠 在這麼短的時間裡面 整個人的那個智慧提高 人 社會 什麼是好的 什麼是壞 什麼是法 知道什麼叫做規則 能夠去參與國際 這什麼給我們 日本人給我們 還是錢人給我們 是日本人給我們 日本人給我們 日本人給我們 交到一九十五年 三月三十一 就是在那四月一號的前一天 台澎群島黃明化 訓政時期 續續二十幾年 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 這叫做訓政時期 給我們教育 給我們童心的技術 到 下降就是 一九十五年的四月一號 天皇用恩典的方式 用一個詔書 讓台灣人變成皇民 他沒有把你分成你們 或是台灣人 因為你們就是日本人 所以原本的你們可以去 你們去清這個 或是靠造的時 拿日本時代 我們要清這個新聞情 一定要拿日本時代 給這個新聞情 這 美國配合我們 台灣民政府 現在全台灣 你要去清這個新聞情 不用跑到原居住地 以前要喔 那為什麼現在不要了 中華民國會幫我們的忙嗎 不會喔 後面是誰在幫忙 美國在幫忙 美國的命令審給他 給台灣人方便 我們已經 現在江上社會 有的小孩從下降到北部 有的走去四個走 你不用跑到原居住地 你可比我住在家裡 我擔那裡做南口 這裡我就請得到 就近的給政府送 全台灣連線 包括朋友都連線 拿日本時代給這頂本 來換這頂 日本時代給這頂本 因為在4月1號之後 做什麼動作你知道嗎 你把你塗銷啦 以前你把你合作 你是熟 就是說你是要做北部做的 有的說是個生 說你是生番 那個全部都幫你塗黑 結果國民黨說 他們歧視我們台灣人 才不是啦 那個塗黑的效果是在 是在把我們台灣人認為 你們已經不用再分了 你們就是日本人 是這個用語 結果外面有一些 那個國民黨的 拿國民黨的薪水告示 都說 那個做日本人在歧視我們台灣人 才不是啊 不需要這樣歧視喔 全部塗黑就是說 不用再認定了啦 不跟你分作你是 客人啊 好 敏南人啊 或是那些做你對一族的啦 不用再分種族 你們就是日本人 所以你們去請到日本時代 給這頂本 你看到你們 有一些東西塗黑 我們家全部 我們的八家 八家座全部都塗黑 我們以前就是 寫一個石 是熟 所以我是熟男 不是熟 熟男熟女 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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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不足了 再來 1915年四月坐 日本天皇教書 給台澎群島人民 擁有參戰權與參政權 台澎群島成為大日本固有領土 內地延伸 這就是憲政時代的開始 這個憲政時代開始 那大日本帝國有沒有在台灣 行憲有沒有 有 從4月1號開始就已經行憲了 那行憲完之後 還有一個我上面沒有寫到的 大日本帝國的官制 在4月1號之前 不是憲法之地喔 那台灣總督誰派任 天皇派任 4月1號既然內地 內地延伸 他歸內閣總理大臣管 那要不要天皇派任 要不要 不用了喔 直接就是4月1號之後就是由 日本國的內閣總理大臣去任命 所以我要讓大家知道這一點的原因是因為 這一點跟舊金山和平條約上面所寫的切割有關係 就是下面會講到 再來 1945年8月15號大日本帝國投降 美國軍事占領日本 琉球還有台澎群島 設了三個軍事政府 那台澎群島是 美國麥克阿瑟1號命令 普通命令 讓蔣介石貸款 大家都知道這個命令應該 大家都有學過啦 大家都知道這麥克阿瑟1號命令 知道嗎 是因為這個命令讓他代管 那我們當初在台灣 所有的太平洋戰爭有沒有跟蔣介石打 有沒有 沒有跟蔣介石打 美國人也在鼓水 國民黨跟我們教說 麥克阿瑟1號命令 讓台灣變成中華民國的土地 美國人有欠你錢嗎 美國人犧牲了他們四十八萬的大兵 把辛辛苦苦打下來的土地的佔領區 送給你蔣介石嗎 會不會這樣子 不會 那只是一個托管的一個關係 再來1945年的10月25號 這很重要喔 這就是究竟我們和平條約所放棄的東西 大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 被蔣介石的政權 乘以解散 大家知道嗎 所以10月25號是什麽 中華民國跟我們教說這是什麽 光復節 光復節 其實不是光復節 我問你 我如果要和我太太離婚 是我們兩個簽名 還是要叫鑑別的簽名 鑑別可以叫我兩個離婚嗎 可以嗎 不行 一定要我們兩個歡迎跟我們簽名 是不是 台灣總督府 是天皇 原本天皇在4月1號 是天皇 所受命的一個機關 然後也是 在4月1號之後是交給 內閣總理大臣去任命的一個機關 是我們台日本帝國的一個機關 你可以擅自廢除人家的機關嗎 可不可以 當然不可以 無合理嘛 無合理的東西就無合法 法理法理 不合理的東西就不合法 大家要知道這個 那如果說他這樣子宣布說 那個無效 就可以無效的話 那他乾脆在這邊說那個毛澤東的那個 那個政權無效就好啦 對不對 全世界會不會理他 會不會理他 不會理他 笑得對 正確的 所以 再來 要說到一點 我按照年表下去分的 所以你要知道說 我們的台灣總督府的官資 被蔣介石解散 是不合理的解散行為 天皇沒有承認沒有放棄 我們就是在和平條約 所放棄的就是這個任命權 後面還要跟各位說 這很重要 194年 已經前排後 初春 日本國政體朝你修憲 因為那時候 麥克阿斯已經打進去日本的 洪共裡面 所以 日本已經比佔領 中國的大日本比佔領 所以按照佔領價的意志 因為他把他放兩顆原子彈 全世界有一個共識 吃了兩個原子彈 不知道會這麼淒慘 所以 日本這個地方 盡早讓他能夠獲得自由 不要關那麼久 所以他們就朝你修憲 大日本天國 大日本帝國的天皇 為了這個日本國政體修憲 尋釁日本國政體 不是大日本喔 他沒有去琉球 他只有在日本國 目前 你們看到那個日本 日本 那個地方 去 走透透 我們說怕透透 之前都在裡面說走透透 這就給天皇學了 為什麼要走透透 因為 他們就是有就地踏坎 就是馬關條約一樣 就地踏坎 他要切割土地 要不要切就地踏坎 要 要分割土地 要不要就地踏坎 頂蓋記 要 那天皇為什麼自己去做 因為他戰敗了 在日本國 在新的日本國裡面 他沒有官可以派 那大日本帝國 的那些官 切副自殺的切副自殺 然後整個政體被瓦解的瓦解 台灣總統府被瓦解了 他也沒有官可以派 所以這個時候的天皇有兩個身份 一個就是 大日本帝國天皇 一個就是日本國 新的日本國天皇 兩個天皇去就地踏坎 可是這兩個天皇 是身份 有兩個身份 同一個人 所以他去 全部去走透透 他們叫做 尋姓 大家可以在維基百科 查得到 天皇尋姓 就知道那是昭和天皇 去全部去日本 全部洗一下 所以他洗一下之後 日本國脫離大日本帝國 是不是這個關係 是 確定 比照馬關條約模式 就地踏坎 兩個天皇 兩個身份不一樣 可是是同一個人的天皇 去走透透 從國都去走一下 去切割 然後到1946年的10月3號 大日本帝國天皇簽署同意 日本國修憲架構 日本國政體脫離大日本帝國政體 有沒有包括台灣 有沒有包括琉球 沒有 所以 舊金山和平條約 1952年簽署之後 只有哪裡有效 只有日本有效 琉球 也是一個美國的軍事政府佔領 然後台灣這邊還是蔣介石的委託政權佔領 對不對 如果大日本帝國 那個當初的舊金山和平條約 如果是有包括台灣 整個大日本帝國的話 那台灣為什麼沒有效 那琉球為什麼沒有效 為什麼他們還是被佔領中 對不對 這就是重點 因為天皇沒有踏看台澎群島 也沒有踏看琉球 他有沒有去北方四島 沒有 他所有有經過的地方 全部都有記錄起來 大家在那裡 那裡 Google那裡 我們去搜尋 那個他的相關的資料 那1949年的10月初 帶領政府 帶領 帶領 美國佔領台灣的政府 流亡 流亡 然後藉由內戰未結束狀態 賴在台灣不走 然後有一部分人 到現在他們覺得說 那如果有可能 我們可不可以變成日本人 為什麼 那叫做縣事報 他把那個一個行線的機關更加瓦解之後 他能不能夠說 我要申請 變成大日本國民 沒有辦法 那叫做縣事報 那他在台灣有沒有辦法就地合法 有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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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1952年的4月28號 就是那和平條約 日本國的總理叫做吉田茂 他放棄君主立憲勢的大日本帝國 台膨主權 片面切割 有人說話就懸空割讓 那我要問一下 第一個 這個日本國有沒有代表整個大日本帝國 有沒有 沒有 為什麼 因為他在1946年的11月3號 已經脫離大日本帝國 他是大日本帝國的一個自治政府 名字叫做Japan 不是The Empire of Japan 是Japan而已 那既然台灣 Japan跟琉球 的主權沒有在他的口袋裡面 他可不可以放棄 可不可以放棄 不能放棄 他簽署 就算和平條約只是 代表他實施新憲法治的這個政權而已 有沒有代表天皇 天皇有沒有在 有沒有在 就算和平條約上面有寫到任何的自治片語 沒有 完全跟天皇無關 所以日本簽的和平條約只 對日本國有效 對整個大日本帝國是沒有效的 因為他已經修憲 他先修憲脫離離家出走了 已經離家出走了 已經跟這個家沒有關係了 所以 現在話說回來 那大日本帝國在哪裡 台灣 就是台灣 就是台灣 因為日本國他除了1952年 就是在和平條約簽署完之後 他還加入聯合國 我要問大家 大日本帝國沒有跟人家簽署和平條約 那日本加入的聯合國 聯合國的前身是什麼 同盟國 對不對 對不對 對 聯合國就是同盟國 他們是戰勝國 對不對 當初的 琉球的佔領者是誰 聯合國 是聯合國的 那個是聯合國派美國來佔領的 那我們台灣現在被誰佔領 被美國佔領 那我們大日本帝國還在不在 在啊 只是被佔領中 那日本國呢 他現在是戰勝方 對不對 是 他的任務就是說 第一個 1972年 1972年 我們這次去琉球 他們說主權回歸 琉球是1972年才獲得自由 才獲得釋放 對不對 如果說就是戰和平條約有效 他應該在1952年就要獲得釋放啊 對不對 為什麼拖了20年 為什麼拖了20年 因為 日本國的就是戰和平條約 只有日本的而已 琉球跟台灣不算 然後他加入聯合國之後 他究竟看管誰 我們的天皇 他在壓制我們的天皇 然後他 幫聯合國 代管目前的琉球群島 所以台灣人的地位 跟琉球人的地位一模一樣 我們都是大日本帝國皇民 不是新憲法的地方 是舊憲法的地方 然後第二個片面切割 這還有一個意思 很簡單 日本懸空割讓 他跟誰交割 有沒有跟人交割 沒有說給誰 難道就不見了嗎 會不會不見 不會 我打個比方 今天 我要和我太太離婚 我要和我太太離婚 我簽名就可以了嗎 可以嗎 不行 要兩個人簽名是不是 那台灣有沒有放棄日本 沒有啊 台灣有沒有在上面簽字 沒有啊 所以 我們後面 我們 台日本帝國 台灣會出總理 我們大日本帝國 台灣政府會的總理 可不可以回去管日本啊 他們日本已經不能管台灣了喔 那我們的台灣的 那個總督可不可以回去管 現在的日本國 可不可以 可以喔 很有機會喔 誰的位階比較高 台灣 台灣 所以這大家要知道 從這個劉書來看 下幾個結論 大日本帝國戰敗 但是沒有滅國 大日本帝國憲法 因為戰敗被占領著美國壓制 有沒有取消 沒有喔 那台澎群島有沒有 因為任何有效文件 包括舊軍山和平條約 脫離 大日本帝國 或者是脫離天皇 有沒有 沒有 而是日本國先脫離 大日本帝國 然後去獲得自由啦 是日本國自己先走出去 他已經沒有這個家的分配權了 已經沒有這個家的分配權了 那1972年的5月15號 琉球民政府因為帝國台澎 還在 被佔領的狀態之下 沒有本土政權 所以只能夠加入日本國 提早獲得自由 為什麼要讓他提早獲得自由 因為在1945年的時候 美國發動登陸戰 第一次踏上大日本帝國的黃土 憲法實施之地 那我們的琉球的同胞 有沒有群起抵抗有沒有 有 不分男女老用 那時候就不是兵了 就像一個磅一樣 一個蜂窩 一個磅燒 你如果普通那個磅 在外面在抵抗 你如果被燒的蜂要抵抗的時候 那我們會派什麼東西去抵制他 派軍隊 就是雄風 那個蜂有很多種 就是會派蜂窩裡面的雄風去打他 那可是等到那個 那個外來者 他已經進入到我們的本土 就是我們的磅燒裡面的時候 那工風會不會去咬他 磅全部都去 就沒有分男女老用了 連工風那個不打仗的 我會一隻尖而已 吐下去和他自己都不去 還沒生風特攻隊一樣 全部都去打 所以日本 跟美國在 琉球登陸戰的時候 雙方死傷很多 造成日本 那個造成美國很大的震撼 麥克阿瑟跟尼米茲 他們就在討論說 日本這個國家 他不是人 跟人完全不一樣 他是一個 那個好像是人 一個人的一個 由人所組成的一個蜂窩組織 就是那些蜜蜂組織 蜜蜂你知道嗎 蜜蜂的社會結構的人 所以他們敢在這個地方在日本 直接實施佔領嗎 敢不敢 不敢 兵就兵兜牙 後來要怎麼樣 不然就讓他們自治 趕快讓他們脫離 脫離那個 在那些六年就讓他們注意了 那第一年就開始協助他們修改憲法 然後脫離大日本帝國架構 然後加入聯合國 開始修憲就是為了 開始要簽和平條約 任何的一個戰爭都有結束 結束最終的處理就是和平 不說因為要做完事 就是要簽和平條約 要改革政局的戰爭 要綜織所有的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來看 日本 琉球 北方速度 跟現在 南韓所講的主島 他們說都獨島 新南群島就是我們現在 在1939年 過年 掛在我們高雄 高雄島 高雄島 台灣高雄島 新南群島就現在 南海那裡 在演習 從剛開始 一個月的時間 22的國家在演習 台灣敢排出去嗎 因為台灣敢有政府 台灣沒有政府 中國美國是不是政府 不是 中國美國紀念是美國的友軍的話 那這次有沒有參加演習 有沒有 沒有 整個半太平洋地區 就只有兩個地方 兩個政府 我不要說國家 兩個政府沒有參加 一個叫做中國 一個叫做台灣 也不是台灣 中華民國 這兩個沒有參加演習 沒有參加演習 因為這裡就是戰場 他針對就是 中國政權 中國政權 最近在說 我們 常常在說 台灣跟中華民國 他們在時事本土法 最近在說 巴拿馬 今天報紙還有下傳 巴拿馬 那些國家 拒絕 拒絕 拒絕我們 拒絕 我國 我國的大使 我要問各位 台灣敢有跟人建交 沒有 這派坑都要嚇我國 不然就嚇台灣 那我們台灣從來沒有跟人家建交 那為什麼 巴拿馬的 那個 那個總統他不願意接受 中華民國的 國術 因為我們已經開始説 巴拿馬在哥斯達利家的對面 哥斯達利家跟巴拿馬 兩個 知道我們台灣的地位 最近 在上面 上面 上面我們 中華民國政府 中華民國政府 劉王政府 他派人去參加那個 那個 WHA 就是那個 叫做什麼 世界衛生組織 我們是有一個原住民的醫生 穿著他的傳統服裝 結果那個 那個世界 那個衛生組織 他拿下來 他問說 那你有沒有證件 你要進去開會 你要有證件 說我是台灣代表 那你證件拿出來看 結果第一份拿出來 中華民國的護照 結果看這沒有 等到旁邊 有沒有別的 結果他又去台灣 中華民國身份證 結果他看 中華民國沒有這個東西 又丟著 好玩的是 世界衛生組織 那個 關口 那個gate 那個把關者 他問這句話 那還有沒有別的證兆 他說他是台灣人 那還有沒有別的證兆 他在問什麼 你知道嗎 在問這張 在問這張 結果他沒辦法辦 結果他進得去進不去 進不去 他身上還穿著那個 那個原住民的衣室 大家都知道他是原住民 可是有沒有清醒 沒有清醒 不是台灣的主人 就可以進去 那個世界衛生組織 你要拿到證明 以後拿這一張去 我也把那個 我也在這裡 我們媒體的那個轉播 你們來辦 然後去世界衛生組織的時候 拿這一張身份證去的時候 如果那個把關者敢說 你不是台灣人的話 那我們這個組織也可以瓦解 可是我跟大家講 絕對不會 因為大家都知道已經有這一張了 沒有人太便宜了 對不對 太便宜了 我們這張新聞前 現在包括那個西藏 達賴喇嘛 有一些國家都已經開始在用 可是他沒有公佈 因為我們不能自己公佈 那美國他到現在還沒有處理完整 他也沒公佈 可是世界有沒有人知道這一張呢 晚一點 我們那個 就有人會跟各位介紹 做詳細的介紹 已經有國家已經認定了 給我們五年的簽證 一般的觀光護照 只能三個月嘛 九十天 美國對 那我們 拿這一張已經開始 已經有國家要給我們五年 歡迎你們台灣人來這裡七十五年 不用簽證 因為你們是讚的 不是那個 後果的那個 是 資料人 不是資料人 我們常在講 之前 中國那邊都在講 我們台灣是他們 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那我們在這邊 上課上了一年多 中國那邊也有轉變 最近他有說神聖不可分割 不敢講了 現在講的是什麼 核心利益 他跟日本的那個 野田說台灣是 那個中國的核心利益 核心在哪裡 國民黨就是他們的核心 利益在哪裡 拿我們台灣人的利益 所以他們的核心利益就是 就由國民黨插一支核心在這裡 把我們抽 我要跟各位說 之前開放的三通是什麼三通 通油通商通行 對不對 我要跟各位講 這個通油裡面有 一個很大的玄機 我們台灣人 我們台灣這邊是不是有那個健保 兩年前有一個健保的官員 講了一句話 台灣每年 那個浪費的藥材 那個沒吃 金本都沒吃 那個藥材 拚拚回去 沒多久再來拚一次 那個藥材 可以填滿兩條的那個淡水河 一年喔 可以填滿兩條淡水河 結果他說這幾個月之後 兩個禮拜 就被人家撤換了 被他們打招 已經被調到別的地方去了 我給他主管這個 健保的那個藥品的業務 為什麼 因為他講了一個事實 中國人在台灣沒有繳稅 他們去那個榮民總醫院 去那邊掛號 去那掛號 他們 在中國那邊的親人 打拚 他們那邊沒有煎肉 看拚 看醫生很貴 油也很貴 台灣有健保 你如果去榮民總醫院 和掛號他就不用 對不對 他就去拿油 駕通油 就是他駕去 你喔 中國人 你們台灣人多可能 2000萬 會水資 收2000萬人 在派15億 77億的中國人 會健保 你們的健保 就是這樣子被中國人挖控的 最近有些先輩的在說 他還開放兩岸的那個 那個巡親 自由行 阿公那隻 中國的配偶 可以來台灣 然後有一定的年限 那最近說 要 要縮短成兩年 要縮低到兩年 就可以來 這還有一個問題 我要向各位報告 你知道嗎 那些難民 自稱榮民的難民 那些人 吃到八十幾歲了 當初是200 台市 我們台灣人 米淡我們台灣人 是四人不用六歲金 我們台灣人 這樣 一點一滴 這樣 這樣吃我們台灣米 喝我們台灣水 滾到八十幾歲了 回去 中國那裡 娶母 因為 你知道嗎 因為 他的配偶 他死了後 他的配偶可以領 他的補給一半 結果他回去娶什麼人 你知道嗎 叫他這公 叫他骨公的 親的喔 還是娶母 沒有啦 不是真的要給他做 只是說 他就沒有在這裡 我就等於把我的孫子 帶來 用我的母的名字 帶來 然後我死後 他原本在台灣 可以領四萬塊 他母子可以領兩萬 領到他死 你們台灣人 要做多久的路線 你把一個 台市台灣人 疑伐台市台灣人 老兵 養到他八十幾歲 然後他還帶他孫 年後再來這裡 繼續把我們吞搭 我們還要把他 用一半的 那個費用 還要給他 讓他在台灣 就直接可以領到補助 一半的補助 領到死的 領到死的 我真的要跟各位說 我們台灣政府起來 我們這裡 子代關係 他的所謂的核心力 全部都要斬斷 也要做我們的路線 我們台灣一年三四月土地 照正常來說 應該要比日本的農民 日本農民一年一生而已 他們過的生活 和他們的公務人員差不多 差不多好 我們一年三四月土地 應該是不是 應該通知不需要兩倍 兩倍的生活條件 是不是這樣說 結果我們台灣的農民 過到什麼生活 我們台灣老的先輩 都在修圍爪 很可憐 那個修圍爪都我們台灣人 那整天在公園那裡 在那裡出頭 那都領補助 領補助 所以我們現在 換他搶聲 我們知道之後 我們要搶聲 日本 日本 琉球 百風速度 主島 新南群島 都是台日本 帝國 台澎群島 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你不敢說神聖不可分割 我現在跟你們說 台灣是大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 那 日本國 已經獲得自由 那 琉球 軍政府 他剛才有說三個軍政府 一個日本 一個琉球 一個台灣 日本跟琉球 都已經獲得自由了 而且 琉球 也已經 完了出去外面 走那個 做日本國 合作會 那台灣 台澎群島 現在的身分是什麼 大日本帝國 唯一的副長 對不對 對 副長有什麼好處 分配權 當然 日本跟琉球 因為 在我們島的後園 就是我們的 新南群島已經發現了 第二個中東 中東有二十幾個國家在分 南海有沒有人分 只有台灣 跟高雄 所以後面我幫你高雄酒 要給我先請 我後面要帶高雄酒 那些都高雄酒的 台灣高雄都沒有 沒有其他國家跟你分 他 我跟你講我們台灣後面 是不是全世界最好的 全世界最好的 日本跟琉球 他們想要怎麼 想 所以他們在四月二十七個時候 安倍晉山 提案修憲 日本國要重新 效忠天皇主權 為什麼 因為 阿爸要摸到 這裡可以 等到本財 他要等到本財 他要等到本財 不過可以跟我們 請這個副長的位置嗎 不行 我站起來之前 通知我們 一定要自己 站起來之後 建設我們自己的政府之後 要說這來說 憲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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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康也是我好康 我看你好過 我也是覺得很開心 我們要有這種北斗 所以 有一天 日本跟琉球 不是我們要去加日本喔 是日本 跟琉球 要把我們台日本 帝國 台灣喔 這個主體性 大家要知道這一點 這樣了解啦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大家聽說 好 我們本土台灣人 是真的港的日本人 孫情的台日本帝國風民 我們有背叛台日本帝國加立 戰勝方法 有沒有 沒有 我們沒有 你如果拿中華民國孫情 你是戰勝者 我不是喔 我是戰敗者 你拿這點起來 你可以說 民政來跟 中華民國的警察說 我爸爸 或是我阿公 就是日本人 我是建壞者 不過我是台灣人 我是建壞者 不過我的國家都拿著沒有 有嗎 日本哪有拿著沒有 拿著 中華民國哪有拿著 戰勝國 結果他倒了 他倒了 我們到現在 還在政治連鱷地做路 還在償還大日本帝國的戰爭債 到現在沒有遷失和平條約 遷失和平條約 是修憲 脫離大日本帝國之後的日本國 剛才有向各位介紹 他先脫離開 如果他去給人家 會有包括我們吃的 沒有喔 琉球跟台灣都沒有包括 時間的關係 我來說一些 我們一些 轉型爭議 其他 比較刺激的內容 包括美國的憲法 中華民國的一些 一些 一些 一些事情 我跟各位介紹 時間休閒 歡迎各位在 做高級班的時候 我給各位補充 還有一些 警察的內容 先給各位做一個運 轉型爭議 就是 遲來的爭議 不公不義發生之後 我們來做一個密布 對什麼密布 對司法密布 對歷史密布 對行政密布 對憲法密布 這還有 申請到背書 的方面 轉型爭議 我們二伯 包括二伯 陳文成教授 很多在我們台灣這裡 國民黨對我們台灣人 做不公不義的事情 很多 我們可以參考後面 處理的模式 其實不公不義 不是只有我們台灣而已 在韓國那裡也有很多 叫做光州事件 很類似我們的二二八事件 類似而已 不是相等 類似而已 我如果沒說清楚 網路的網友會跟我講話 我一定要講一下 所以 他們這個處理的很好 而且沒有違反 國際的人權 那個條文 所以我們後面 要來教我們後面大家的警察 我們來處理這個轉型爭議 要按照國際法 要不要按照國際法 要 所以我們可以參加很多 外國已經有處理過的事件 包括南韓 光州事件 包括那個 東德 東德 共產黨 那些東山 都要請教 這個國民黨 盤益在瑞士 盤益在全世界 甚至說怎麼樣 台灣掠奪了之後 他們辦綠卡 辦那個楓葉卡 然後準備要去當 加拿大人 準備當美國人 中華民國去國民黨 很多都有理解 這你們大家知道 好笑 台灣是誰的簽名庫 誰的簽名庫 美國 我們台灣是美國的簽名庫 那美國的司法管轄權 有沒有到台灣 那既然美國司法管轄權 有 有 普及到台灣的話 那我們 可不可以把那些 跑掉的 跑去當美國人那些 那些 那些 國民黨人 拉回來可不可以 可以喔 所以 他們辦綠卡 是在辦什麼意思 我知道 沒有 要招待 要招待 全世界 總共一百六十個國家 跟美國有幫助 跟美國有幫助 跟美國有幫助的國家 我們可以 米里天然海角 我們可以引渡回來台灣嗎 可以嗎 可以喔 所以我們台灣 需不需要一個國家 一個國家 去跟人家握手建交 不用 我們是被美國所占領 所以我們自由美國的 我們就是 這裡就是美國的占領區 是海外 國民 我們是海外國民 世通海外國民 不是真的國民 我們是要服從美國 不是要效忠美國 是要效忠天皇主權 那要服從美國 那你知道 你那個國民黨 你走去天涯海角 我們追得回來 追不回來 可以喔 他可以移民到火星去 跑到火星我可能會抓不到 不然你跑到天涯海角 美國有邦交的國家 通通跟你引渡回來 好不好 好 時間的問題 我講得快 轉型正義 這個統帥是 拿一塊的雞錢 把我們換我們台灣人 四萬塊的金錢 我們的四萬塊 為什麼叫做金錢 因為日本撤退的時候 哪有把我們趕走 沒有 喔 日本人 很認真 他們那些軍隊 離開台灣的時候 一個人可以排兩公斤的物資 人道物資 你知道他們帶什麼嗎 帶建設台灣的藍圖 所有的飼料 全部都帶到新居店 看看兩公斤可以 帶來 藥百度 桌子 飼料 飼料 三天沒吃飯 回去 把那些飼料 全國各國的 現在放在日本 鄉根圖書館而已 那就是我們統帥是日本 我們這裡本來要用作南海島 台灣原本要化成 大日本帝國南海島 那是要把我們台灣建設 比日本更新的地方 所以他們那些日本兵 沒有帶黃金 所以我們那些黃金 我們當作是在 台灣的錢 有沒有黃金準位 有沒有 有 我們的錢 全世界可以流通 因為有黃金準位 中介教來這裡自己印的錢 他們有帶黃金來 沒有 阿倫如果怎麼樣 他印一塊 叫你拿四萬塊來給他換 這個 奉令以四萬元比一元 折成新台幣 這是什麼 折成新台幣 一塊給你換四萬元 如果我現在六塊 快拿三塊出來 你們要拿十二萬塊換 那是不是折成新台幣 這就是折成新台幣 這是公然抢劫 這就是公然抢劫 所以我們很多 那個 中一部的人都去 那四萬換一塊 阿再來 我們這裡都有一些 有幾個比較年輕的 你們覺得吃到豬肉 上頭有豬蠅 紅紅的 對阿 何老師說那個 台灣的豬肉好髒耶 為什麼要蓋一個印章 那麼大一個 為什麼每塊肉都有 為什麼一隻豬要蓋滿那麼多印章 你知道台灣的屠宰稅 當初收多少嗎 75% 你們台灣人 吃四醉豬子 才可以自己吃一醉 其他三醉都中國人拿去吃 所以他都來台灣都不用 都不用給錢 人家很好過 你們台灣人跟他吃便便 你們也去吃到豬肉上頭的豬 有啦 有 表示你們以前我小孩怎麼好過 我都沒有 我過年才有他吃 很可憐 假如是我們吃頭台的 頭台的 不然就是一隻豬 台詩之後 然後 湯200塊的水管 然後拿一隻豬 然後拿一隻豬 拿一隻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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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拿一隻豬 拿一隻豬 豬要比兩隻 所以說 拿一隻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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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這樣 沒辦法 因為跟豬 中國豬 做的 我們沒辦法 這種方式 我們不會換 真的活不下去 這個 東西橫貫公路 你們都說 國民都說 他們派很多農民來這裡 多辛苦 把你們開發 不然這裡建成一個 東西橫貫公路 這個我們小時候 做小孩的時候 有去學到嗎 有沒有 都看得到 這張圖 他還做一個東西橫貫公路 的牌路在這裡 我小時候 畢業的時候 還有去 我還聽到 啪啪啪 結果你知道嗎 日本人 他叫四孔年 這裡就用好了 你看這個都一樣 這個房間 都一樣 這是說 這個房間 都在大房間 這樣而已 他叫什麼 叫原住民去做的 那些農民根本不做事 叫原住民去開路 把那個動挖一點 日本人 跟我們台灣人 跟那個 我們那個原住民 大家去開墾 完之後 結果 中華民國政府 來這邊做一個牌路 說這個是他們的 農民的 那個 那個 建設台灣的證據 大家聽到嗎 大家聽到嗎 那個根本做牌路 來這裡掛地圖牌而已 那真的太多 雅芙牧師說 這條路是我們原住民的雪漢公路 是我們原住民的雪所 構築出來的路 犧牲的是我們台灣人 原住民 還有日本人的命 有沒有他們農民 沒有 在這個東西 像橫貫公路旁邊有一個 有一個那個碑 有一個叫做死傷紀念碑 你知道嗎 上面的名字啊 都是假的 有沒有死人 有死人 死的是原住民 領得補助 它上面寫的是漢字耶 為什麼寫漢字 因為 他們當初的軍團 來台灣的時候 一個軍團裡面 割比一百人 他要補一百五十萬 幾乎五十萬 五十萬人的薪水 這樣才可以 一百六十萬人的 農工處 那個農民 有嗎 有啦 那還做什麼 幽靈人口 大家要聽說幽靈人口 有 到現在還有 選舉 你們知道嗎 選舉說 到現在還有幽靈人口 大家在這個路口 你們可以去查證 我剛才去查證 他那邊死了那麼多人 我找不到真的有在台灣出現的人 找不到 那都是什麼 幽靈人口 補死亡 有死人 有沒有 死人之後 叫救頭服飾 把那個上去 那上去的時候 我都辨識 那時候沒有什麼辨識 那是什麼人 原住民 死原住民 結果用中國人的名義去領補助 那這些錢有沒有給原住民 沒有 那些農民帶到口袋裡面去分 所以我們的原住民 在日本 交給 交給那個 中華民國台灣的時候 有120萬 現在剩下多少 五十幾萬人 還剩不到一半 那台灣的總人口數 原本是有600萬 現在是2000萬 靠掉那些辣子 我都說他們支那人 抱歉 靠掉那些支那人 2000萬 那我們人口比例已經 成長了三倍多 那為什麼我們原住民 為什麼從120萬變成五十幾萬 我們的同胞在哪裡 死了 去做建設死了 去幫國共打內戰死了 有沒有補償 沒有補償 那些農民 那些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中烈子 那些人 有沒有台灣人 沒有 台灣人沒有 原住民被人家拉去當軍部 結果說我們去南洋當軍部 這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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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後面都要來做一個 轉型 做一個轉型 這就是 說台灣光復 結果你知道他們這差什麼 這什麼企 美國國企 這是哪裏你知道嗎 中山樓 他說台灣光復 騙我們台灣人說台灣光復 有沒有光復 沒有光復 其實他 他是美國國企 這支什麼 這我沒有給他 這個地方 這張圖是在中國國民黨的黨史館裡面 拉出來的 你們大家就可以去查證 這不是我自己 去吃招 他上面也是美國國企 現在都一樣 這 號稱光復50年 那個阿飛伯的時代 這什麼企 這蔡小林就看到了 這什麼企 這什麼企 美國國企 美國國企 這 清泉鋼機場 這什麼企 美國國企 誰比較高 美國比較高 你知道這邊 中華民國國企 是當時決定做國企 他們到台灣來1956年才訂的 你知道這支國企 是什麼國企嗎 海軍軍旗 中華民國海軍來這邊帶館 他不是中華民國國企 他在中國的時候 他們中華民國國企是什麼 什麼顏色你知道嗎 五色旗 你也聽過嗎 五色 這支青天白日曼帝王 是在台灣這裡 經由修憲才訂的 台灣那是主權之地 是不是 不是 你們之前在選舉 你們拿出你們的身份證來看 那個中華民國給你們的身份證 公民才擁有選舉權對不對 對 那你們看一下中華民國給你的這張 中華民國身份證 上面是寫國民身份證還是公民身份證 國民耶 那你們用國民就可以選總統 可以選那個 可以進行選舉可以選那些公務人員 我兒子也是國民耶 我兒子優惠我可以叫他來選舉 國民的權利如果說都是相等的話 那我是不是都要一律相等 好 不然你十八歲我已經萬十八歲了 你說十八歲才有選舉權 那你們為什麼不要換成一個叫做公民身份證 因為他不敢換 因為中華民國憲法沒有在台灣實施 台灣人不是中華民國主權裡面的 那個所謂的那個公民 他的公民在哪裡 在中國 那他的政府應該由誰去選舉 中國去選舉 對不對 對啊 你既然是說你代表中共 他自己的主權之地 法國還有外蒙古 你想要叫外蒙古的人 來選你中華民國的總統 你不來不去 早來我們台灣是在選什麼總統 你們台灣人是在憑什麼 要選上大陸的總統 這個就是他們在 他們說也很在地化 你們聽到嗎 說也很在地化 就是這個原因 這是二八歲 這個外蒙我們要說 我頭尖三分鐘的時間 各位說清楚 這個王 哪有規定說 只能擁有一個國家 沒有 皇帝制的國家 主權在哪裡 皇帝的手中 大英國協 一共有幾個國家 54個國家喔 他們叫做主權獨立還是叫做主權自治 自治 什麼叫獨立 像美國跟英國的關係就是主權獨立 然後 要喊獨立的時候要怎麼樣 打仗 要不要打仗 什麼 美國有沒有跟英國打獨立戰爭 有啊 扁人家 大了的時候要出去外面 那叫做獨立 是不是 對啊 啊 我們敢是中華民國 主權的國民 你把中華民國 喊獨立是在喊什麼 他沒有擁有台灣的主權 那你台灣人要喊獨立應該像誰喊 像美國業 對 不用不用了啦 不用這麼費工 不用這麼費工 你只要效忠主權 主權就讓你自治 因為 這個政權已經被挖掘是事實 那台灣人只要像我們這樣做一個民進府 我們自己來自治就好了 我們是在主權之下的自治 要所謂的效忠是什麼 所謂的效忠是什麼 繳稅啊 你說土地 你說你 你擁有你的土地所有的感染 你要繳稅嗎 嗯 土地不是你的 為什麼你要繳稅 為什麼 因為你是擁有土地的使用權而已 那是土地的使用權的所有權 是不是主權 不是啊 國家有一個主權 就是天皇 那我們只要效忠天皇 按照大英國寫模式 跟日本 初期跟日本就可以平起平坐 人日本用一個 脫離開的一個部分地區的那個 所謂的政府組織 他們不是一個正常國家 不是國家 在正常的那個定義上 他不是國家 那他可不可以加入聯合國 可以啊 那東西德可不可以加入聯合國 可以啊 南北韓可不可以加入聯合國 可以啊 那台灣 中華民國跟大陸的關係 真的像東西德跟那個南北約一樣嗎 跟那個南北韓一樣嗎 才不是勒 因為中華民國是流亡 他沒有主權 對不對 大家聽到有沒有 有啦 所以 沒有規定說一個方法 擁有幾個國家 大英國寫這些地方 包括加拿大 澳洲 這個也做印度 全部都效忠誰 大英國寫英女房 那天皇 擁有台灣跟那個日本 還有琉球 才三個而已 還沒有比人多 那有沒有什麼叫做侵略 才不叫侵略 大英國寫這個才叫做侵略 全世界他統治 54個國家對他效忠 你知道嗎 沒有規定一個皇帝可以擁有幾個國家 因為他不用向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 宣誓效忠 因為他就是效忠對象 他跟他一樣效忠 對不對 就是這樣 所以大英 長在講 必須長在講 天皇沒有國寫 大英國寫的女皇也沒有國寫 那不然他要我就是國 人都輕鬆 對不對 他要外英國 其他53個國家包括加拿大 你外英國 我們這邊 不行 我加拿大 加拿大大 澳洲就抗議了 我這裡人那麼少你也要來 他都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 因為他是被效忠者 不是效忠者 我們是人民 我們現在開始在做組織 現在我們是成民 天皇就是天皇 大家知道嗎 黃資很接近那個所謂的蜂窩組織 其實蜜蜂的社會 就是這樣 這個 要給各位介紹 新加坡 最近 五台獨立號 隱形戰艦 隱形戰艦而且是沒有人 駕駛者在哪裡 我給各位說 駕駛者在美國德州 經由衛星 控制停泊在新加坡的無人戰艦 新加坡是華人國家 是啊 他是不是跟中國很好 是啊 可是新加坡效忠誰 女皇 所以 他開放駕駛 給美國停戰艦 要打誰 中國 因為新加坡 序位效忠 伊莉莎白二十女皇 屬於大英國協 一個主權自治的國家 不是獨立喔 不是要獨立喔 你台灣不需要獨立 也不需要向中華民國獨立 你知道嗎 你把中華民國發獨立 雖然說他現在獨立有主權 對啊 他如果沒有主權 你把他發獨立做什麼 所以 我們台灣很多先輩 包括我 我必須要承認 我們更早之前 還沒有民政府的時候 我們也是在主題台灣的獨立 我們台灣人不知道什麼叫獨立耶 他以為就是要跟中國人切割叫獨立 可是這個在外國人的眼中來看 這個具有政治象徵意義 這是要跟主權切割才叫做獨立 所以台灣獨立的那些前輩 好啊 好啊 你們走不到房間而已 還怎麼打招 都不可能 已經走那麼久了 你們只要效忠 天皇的主權 建制自己的政權 就可以了 不需要 去像中華民國那個不存在的幽靈國家 你看台灣關係法 上頭應該有什麼中華民國 沒有 他現在台灣當局以前是複數喔 人也沒有成人中華民國 這個 西拉雅 西拉雅 我們 在去年的時候 在這個地方 那個 新化林場 那個 那個 原住民 西拉雅族 跟中興大學 修國 國國的時候 那個 銀館本西拉雅族就住在新化林場 結果那個林務局 跟那個土地 專櫃 那個 轉移給那個 轉移對象給那個 中興大學的 職務室 結果中興大學 接受的是林場 不包括人 這個原住民是什麼 要換走的 結果就是修國 中華民國自己設法 那個工科機關 他的保護自己 關關相戶 像九老師的案件 都是關關相戶 結果怎麼你知道 下了一個執行命令 說要做8月26號 去年的8月26號 9點 跟你講事講一講分 9點00分 要來幫你聽 強制拆除 法院的執行命令下來了 結果怎麼 很簡單 他是在7月15號 7月15號發出來 7月16號 我們去把它擦國旗 好 然後請他們的長老來搜訊 如果沒有來搜訊我都不慘了 我先給各位說 那個媒體的播送 天下沒有自己掉下來的正義 你不來參加自己整個 台灣人的建制的那個 那個 那個正義的政府 你怎麼去訴求 人要去幫你幫助 所以很多人在外面知道民政府 可是他們都在 都在等 等說看看 那個我們台灣民政府的官員 哪說有空 我會說我沒行 我會加親吻 很可憐 這是這個通案 那邊有26戶的人家 針對這個通案 我們去擦了國旗 擦旗子後 都把它拆起來 好 把它拆起來 這是要聽的地方 擦米糕糕糕 那這個叫做 美軍佔領旗 都擦起來 結果 中興台的校長 又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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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下台 7月22號 在7月21號 去年的7月21號 你們可以去查 這在教育廣播電台那裡 操錄起來 蕭介夫下台 他又贏 下台要做什麼 因為我們去擦機 擦美國國旗 下不了台 你如果真的聽 我頭上下 你如果敢拆除 美國的國旗等同事 同美 對美國宣戰 我叫AIT 我叫 日本 你在那邊看 你如果真的聽 我不是要跟他 你真的說而已 你AIT你沒處理 我叫英國 我叫法國 我叫全世界 全部都來說 在台灣這裡 發生美國的國旗 叫中華美國政府 替你拆毒 這個洪洞沒有 洪洞 所以結果怎麼你知道 中興大學校長 特派官 我做事實 我第一次人 研究事實 人的問答 我也做到校長 我也做到校長 結果不好意思 7月21號 蕭介夫卸任 誰要卸任 這樣才有教育 你如果沒有卸任 他夠贏 夠贏要聽嗎 要聽 聽會怎樣 要選前 是喔 是人對 結果他換一個 結果他當時找到 8月2號 才找到新的校長 欸 你們有發言到一件事 新的校長跟新的校長 要換是不是同一天 交接嘛 7月21 去年7月21 旧的校長 隨便有勸勸來 因為他頭上 8月23號非常痛 8月1號 趕快換一個新的上去 中間11天 中興大學沒有校長 這是民營士換下來 是喔 不好意思 這 不定義 你要跟人聽人家 你不下台不行喔 你不下台 我也看不下去了 所以我們當那個 叫那個 這張 強制徵送 強制拆除令 威脅下 我們把它插上國旗 然後做出宣示的動作 請我們總理 請我們先輩去那裡 尷尬 有時候我們要來插這個機子 請他們的中途 來上課 之後不敢拆 到現在好好的喔 到現在好好的 你如果去新華 去西拉雅的時候 去 外長老人家家跟店長坐 他們在開 開一些 他們現在還在做一些事情 你們可以去跟他們看 那邊還有美國國際都還在 只要這就是撤銷命令 結果他用最速箭 去統帝八個單位 不要去聽 不要聽 他還贏 我一直強調 他夠贏了 他可以猜 你猜試試看 結果他不敢猜了 同一個人 那個田司法官 不要說他 會叫他 幫我亂 最速箭 不猜了 所以我 在這補佑 我們把美國國際 那個美國的占領旗 台灣民政務的旗 把插起來 不用怕 勇敢把插起來 插在需要正義的地方 你們隊 要用正式 插美國國際 經過我們的宣示 結果那件事之後 很多來 這 我們預標說的那個桃園 那個牛角坡那 這次對手是誰 行政院長 吳敦毅 結果你知道嗎 我們把插起來 把做那個做 那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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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什麼 欸 純正信任 去叫AIT 叫 日本 夾起來之後 你知道嗎 好找來 吳敦毅 下一個門來 世俗過關 他不敢回 不敢回 不敢回 按照那個做 那個 他上頭的寫說 那個 世俗過關 就是說 那個行政命令 不是我發的 那是律政不發的 跟我沒關係 結果律政不發 不說我沒有發這張文 我含吵也不吵 所以這張文 跟這張不敢回 純正信任 到現在不敢 這是純正信任 我們在那個廟 這土地公廟 土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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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公土地不飽 時間夠了 我跟各位說 在我們的 那個 那個 需要正義的地方 把旗幟插起來 勇敢的插起來 會用力的嗎 不會 不會 好 今天時間到這裡 感謝大家 請客 走 休息10分鐘 再見 再見